罪人的音乐 喧闹的环境 挣扎的彼此 心里失眠的感情 自那一点一滴的主动之间 浓情滋生 无法抵挡 可翠花冷静下来之后 她深知自己有家庭 有孩子 不能跨越那层沟壑 可现实并不打算 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巧人的爱意触碰 像是回忆 更像是宣扬 那是爱丽的搬家庆祝会上 他们四个再次重聚 可翠花却感到一城的别扭 一城的挣扎 独自一人躲在厕所间 警告自己 自己的底线 自己的操守 可千言万语 也始终阻挡不住内心的情感 内容的暧昧 自此成了翠花 无法跳出的泥潭 深埋其心 站稳脚跟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无比孤独的翠花 仿佛再也无法管住自己 工作之余 她会可以追寻 那个女人的出现 爱丽的模样 爱丽的主动靠近 翠花骗自己 一定要逃避 不要相见 可命运注定 不会让她轻易的逃离 只要你见不到 爱丽就正大光明 出现在她的公司 无法提等的请求 翠花再一次 为了爱丽疯狂一把 虽然只是简单的 试诚婚纱 可却把翠花心中的死水 狡猾开了一番 忽然浪漫无比 翠花开始不抗拒 跟她一起的时光 巧人的共同奔赴 夜场之上的浓情舞动 翠花 仿佛已经忘记了一切 沉迷其中 像个孩子 像个热恋中的情侣 可今天重重的一吻 彻底击垮了翠花的心 翠花都想跟丈夫 说了什么 坦白 可C的身体 无法控制 深夜 她忍不住的走进 爱丽家 奋不顾身的相拥 那一刻 他们已经不顾一切 彻底释放自我 活了几十年的翠花 忽然看不清自己 看不清如今的局面 自己该如何把控了 一切都是因为 她已经深深陷入其中